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温文夫曾经居住过的地址 小尊 于是 博子就将这个地址抄在了自己的手上 他打算寄一封通往天国的信件 你还好吗 我很好 就是这么一封简短的信件 可博子却收到了回信 我很好 只是有点感冒 博子将这件泥漆的事情告诉自己现任的男友邱叶 他认为这一定是有人在恶作剧 可其实 这封回信真的不是恶作剧 因为温文夫的名字叫做藤井树 可在小尊 还有一位叫做藤井树的女人 她的长相竟然跟博子一模一样 博子的再一次回信 藤井树又收到了 这一次还配搭了几把感冒药 藤井不明白血性能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她的潜意识里 她不记得自己有一位叫博子的朋友 同时得知了这件事后告诉藤井 这人一定是个骗子 而博子之所以会继续回信 那是因为她抱着万分之一的可能 在期待着 如果真是未婚夫呢 可很快 她的幻想就被打破了 因为秋叶用博子的名义写信 让藤井树要证明自己就是藤井树 很快 一张驾驶证的复印件就被送了过来 其中 还有一封信 那就是不要再写信给我了 对于这位藤井树 秋叶非常好奇 因为曾经她跟藤井树也是好兄弟 于是 她决定带着博子去见一见这位藤井树 可好巧不巧 藤井树并不在家 爷也告诉他们 藤井身体不舒服出去看病了 不过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但博子他们并没有等待 而是在酒箱里留下了一封道歉信便离开了 也正是因为这封信 藤井想起了自己的中学时代 在班级里 真的有一位跟自己同名同姓的男人 藤井树 藤井树在这件事告诉了博子 也许自己认识的藤井树就是他要找的人 虽然未婚夫已经去世了三年 自己也有了新男友 但只要有关藤井树的事情 博子都愿意倾听 愿意了解 他请教藤井告诉自己有关未婚夫中学时代的事情 那时候因为名字的原因 在班里引起了同学们的嘲笑 这段回忆对于藤井来说并不美好 甚至可以说有一点讨厌 因为班里的人都在打去两人是一对情侣 在半期权威的时候 甚至有人公然调侃 藤井树 爱藤井树 全班的结望声让少女非常委屈 眼泪情不刺激地落下 也就是这一幕让少年站起来 然后向带头起哄的那位同学按在桌上报答 可最终两位藤井树都担任了图书馆的鼓掌 一切事物少年都不去插手 反安心给少女添乱 他专门借走那些无人问津的书籍 然后在金书卡上写下 藤井树三个大字 对于这一举动少女非常不满 他总认为少年跟班里的同学一样 是在调侃 欺负自己 考试成绩出来了 少女的分数仅仅只有27分 这样他不敢相信 可没疑惑 他就反应过来了 自己的试卷肯定在少年里面 两年平时并没有太多交集 只是要回一张考卷 少女都说不出口 于是 他就到紫营车棚 等待少年的出现 然后要回自己的考卷 可在日本 紫营车棚是女生告白的地方 无数少女在这边被拒绝 又或者成功得到自己的爱情 但少女这一等 就是等到天黑 才等到了少年的出现 可当少年拿了自己的试试卷时 却只是目睹地说了一句 太暗了 看不清 于是一幅唯昧的场景 就这样出现了 少女用手转动着胶材 来让车灯发光 从来就不爱学习的少年 此时却是一副非常认真的模样 在对着答案 回忆到这里就中断了 因为藤井树在早当年被少年归还的考卷 可他到此时才发现 试卷的背面竟然画着一位半裸的女子 博子跟藤井树的联系还在继续 他询问藤井树自己未婚夫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一段记忆又从藤井树脑海中浮现 但是隔壁班的同学 他非常喜欢少年 他感觉少女帮助自己制造一场浪漫的告白 而第一点就是选择在图书馆里 但同学的告白显然并没有成功 在少女的印象中 少年好像从未与哪位女孩有过暧昧 可也许是因为太讨厌少年了 少女并没有发现少年对自己的不一样 他总是欺负自己 总是让自己讨厌他 随着回忆浮现 藤井树还是没有明白当初少年 对自己不一样的情感 他甚至不明白 博子为何那么在意少年 这位少年有什么可喜欢的 他又傻又笨 在一次田径会上 明明腿受伤了 却依旧不管不顾地在赛场上奔跑 导致后面被几位老师给缠服下场 可博子听完这件事后 却突然请求藤井树 能否到他卫文夫曾经跑过的赛场上拍几张照 不知道为何 藤井树就是拒绝不了脖子 哪怕雪吓得再大 她还是来到母校的操场上拍下了照片 可在期间却遇到了自己曾经的老师 他们俩人一起来到图书馆 在里面的学妹 听到和藤井树的自我介绍 全部都笑开了话 因为至今为止 所有书籍的结束卡上 依旧有着藤井树的名字 对于这件事 藤井树只是告诉学妹 这是一个调皮的同学做的恶作剧 但学妹们却不这么认为 他们告诉藤井树 这位男生一定很喜欢学姐 在回去的路上 藤井树陷入了沉思 因为她刚刚从老师嘴里得知 少年去世了 学妹的话语也同样的藤井树 开始回忆起 他与少年的点点滴滴 在那次夕阳下的恶作剧后 没多久 少女的父亲 就因为感冒 所以引发的肺炎而去世了 母亲因为伤心过度 而成了瘫倒在床 为了照顾母亲 少女只能暂时休学 可因为长时间没有去学校 少年却独自来到少女家中询问情况 并且 拿出一本 追以似水年华的书籍 请求少女 替自己归还学校 她说她自己不能归还 至于原因 她没有告诉少女 藤井树与少年的所有回忆 就只有这些 她也告诉伯子 自从那一天后 她再也没有见过少年了 因为少年 转学了 所有的信 让伯子明白了一个道理 她 好像是藤井树的替代品 也许 仅仅是因为自己与藤井树 那几乎相近的模样 才会让未婚夫 爱上自己吧 其实 她就算想去质问 也没有人 可以给她答案了 可有一天夜晚 藤井树昏迷了 最后车赶达的时间 也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外面的雪 越下越大 爷打算背着藤井树 去拦截计程车 可这个办法 却达到藤井妈妈的责骂 她询问爷爷 是不是还想害死自己的孙女 因为在当年 藤井爸爸回去世的原因 就是爷爷 执意要背着她去医院 那时候的场景 跟现在几乎完全相似 大雪 限制住了救护车 哪怕爷爷只用了半小时 就赶到医院 可藤井爸爸 却还是离开了人世 对于这件事 母亲从时之中 都有结底 她一直认为 是爷爷害死了她丈夫 但如今 藤井树的病情越发严重 当连半小时 都不能挽救藤井爸爸的生命 如今 再等一个小时 那孙女 说不定也要离开人世了 最终 母亲妥协了 而因为背着藤井树 爷爷在大学中 被寒风清晰 她同样 也倒在了医院里 等到藤井树病好后 她收到了 博子的最后一封回信 那就是博子将 藤井树寄的那些 回忆信件 全部归还 她说 这是属于 藤井树自己的回忆 可在有一天 一群学妹 突然来找藤井树 他们带着一本 醉意思水年华的书籍 告诉藤井树 在里面 有重大发现 依旧 只能用熟悉的借数卡 上面写着藤井树 可在反面 却是年少的藤井树 迟到了20年的情感 在此刻 终于传递到了 藤井树的身上 严谨俊俄的情书 没有获得什么 壮大奖项 但是 她在严谨系列里 却是广为人知 可虽然 说是一部爱情电影 但影片 却讲述了生死的一别 不管是爱情 又或者是亲情 我们人 都太脆弱了 一场意外 一场事故 就能带走我们的生命 有时候死亡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你在乎了人 就这样离开了 我是少年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真的 非常感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